驻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 为了感谢花莲县政府 以及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 在震灾期间 对于以色列籍的游客驻员 特别邀请到了医疗小丑团队来台 要进行长达一周的巡回一眼 希望在灾后为花莲的大小朋友 带来欢笑与力量 四月强症重创花莲 不仅造成多处建物损毁 也让乡亲受到心理创伤 驻台北以色列经济文化办事处 为了感谢花莲县政府 及花莲县消防局特搜大队 在震灾期间 对以色列籍游客的援助 特别邀请医疗小丑团队 跨海20小时航程抵达花莲 将进行长达一周的巡回一眼 他们总共来台湾有七天 那这七天里面呢 除了第一天跟最后天要离开台湾之外 五天的时间都在花莲 所以我们的花莲这是地震的关系 所以它的重点是在花莲 那他来到花莲之后呢 我们安排在学校老人的据点 还有跟我们的这个当地的心理师 做很多的互动 30号上午花莲县县长徐正卫 也前往米伦招护站 视察医疗小丑一眼现场 不仅收到长者热烈欢迎 徐县长也向以色列代表 介绍花莲县广设招护据点的 政策成果 那今天在米伦的日照站 看到我们的长者 跟我们的小丑医生的互动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 而且我们的长者非常的活泼 也跟这个我们的小丑医生 一起互动 那两个非常非常的开心 我想这也是在我们小丑医生 在巡回世界各地 把欢笑温暖给带给 世界各地的同时 认识花莲 认识花莲的长者这么活泼 而且真的非常的棒 我们再次感谢 以色列的大使 带来了我们的欢笑 以及带来了我们很多的 异国的风情和艺术 徐正卫强调 目前除了部分区域 受到地震影响外 花莲还有许多美丽的景点 步道 农村部落 可以供观光体验 接下来7月间 也将举办联合风年节 以及夏恋嘉年华 而8月则是有 竞争花季与年底的温泉季 都是不容错过的活动 县府也着手推出多项奖励方案 针对国内外旅客 来到花莲都有优惠措施 要让花莲走向世界 世界走进花莲 记者 徐丽晴 花莲市报导